12月27号距离高以翔去世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11月27号高以翔又没录制追我吧 这当综艺节目导致意外猝死 这一个月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不禁让人感叹时间过得真的特别快 高以翔也成功运送回了台北的安藏 举行了追悼会 高以翔的父母大哥以及女朋友 被了被这件事情特别伤心 尤其是他的女朋友 据说高以翔已经准备好要和他结婚了 可是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但是以至此谁也不能挽回 只希望活着的人 也带起高以翔的那一份好好活下去 也是在12月27号 高以翔去世一个月之后 他的女朋友 贝勒终于发了一条动态 说一起看雪吧 这五个字让人看了直接闪然了一下 相信在这个时候 他的女朋友一定是希望他和高以翔一起看雪的 可如今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其实谁也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谁也不知道 明天何意外 哪一个会先到来 也希望Belly能够好好调整自己的心态 在接下来的生活中继续走下去 毕竟还那么年轻 相信他一定会慢慢的带去心中的伤痛 再找到一个像高以翔这样温暖的大男孩 相信这也是高以翔希望的吧 Zither Harp Zither Harp